那个节目上我们听自身媒体的杨宪宏 他从头到尾讲的是说 有花明册就是指饭后甜点 但是没有说到说 柯文哲到底怎么样怎么样 只是有聊到这件事 他好像自己把这个画风 转到一个别的方向去说他被抹簧 我觉得那一天大概杨宪宏讲 我们都在现场 其实他并没有说到柯文哲有做什么事 只是说在那个餐会上 柯文哲谈到说餐后的时候 那个特殊点点又有那个什么 然后在底下签房号就会去怎么样 他只是一个 柯文哲只是一个描述现象的状态 并不是杨宪宏讲法 并不是说柯文哲有做这个事 可是佩琪已经被气哭了 对气哭了 但是你看一下 事后吕秀莲被问到的时候 他是说什么 当天柯文哲有讲了一些话 当天他太太是有些激动 但是我内容 那一天参会的内容 我都没有对外转述 因为我不关心别人家的事实 其实吕秀莲这一段话 是否可以解读为说 他证实了杨宪宏的说法呢 因为那一天吕秀莲是主人 那你从这段讲话里面就说 似乎有没有讲过这件事 杨宪宏讲了 吕秀莲的话似乎是变像一种 趁时有这样的事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并没有人说柯文哲有做什么事 是说柯文哲陈述了这么一件事 那我觉得现在把写成说花名车是跟他的行为有关 我觉得他们是刻意呢还是怎么样 如果把话重新把它 建议他们去那个YouTube 把杨宪宏在两个节目上的讲话 重新去看一次 并没有说你老公有任何行为 只是说你老公讲了这么一件事 描述了这么一件事 好像他们也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过度放大 我说有必要吗 而且讲的好像就是杨宪宏讲出这种事情 好像是智商很低或怎么样很low 等等我就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 以前我们常在看科本在那个PTT骂人 然后骂人的时候就是说 因为他智商不足 所以他念某某某大学不是念台大 那你今天碰到的杨宪宏是台大的 他也是医学院出身的 所以显然智商不低 那智商你能说他智商低吗 台大也是医学院出来的人 你能说他智商低吗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刻意把杨宪宏的说法 带向于某一个领域上面去 某一个风向去 但是他为什么会特别去谈花名车 其实不要忘记那一天 那一天杨宪宏很大的时间 是在讲他解放军报的里面 那个论文器官灾畜 葛特曼要来等等的问题 其实他主要的阐述是那么多的问题 可是没办法 他里面有一段一小段 花名车那个只是一小段而已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把小段的部分放大 但是葛特曼要来 以及一些他在那个解放军里面 所写的论文的东西什么 还有为什么台大 那个自从他离开了以后 他的那一个叶克勃就换公司 使用比率下降等等 他都不谈 他特别就挑这一个问题来谈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他该面对的问题不面对 他去挑一个没有指控他做的事情 只是说他曾经有描述过的一些事情 把他放大 去掩盖杨宪宏那一天 前半端比较重要的讲话 我觉得他的目的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并不是别人的智商第一 是他刻意要把别人谈话 诺成智商第一 不是有研究过 有智商高到可以就台大 杨宪宏是台大一科 所以对他的论文 英语写的论文 或是在其他的地方的论文 看得很仔细 讲出来的东西 这种有专业的东西 他就不谈了 这个因为是他高智商 这时候老师说 我觉得他智商一五千 很高啊 表现在这种杀于一顿 他就是不要这样子 然后该谈的问题 他不该谈